天气炎热我们换洗衣服的这个频率也会增加 洗衣机的使用率每周如果达到三次以上的话算是蛮高的 如果不定期清洗的话呢 衣服可能会越洗越脏 而且呢还可能存有细菌滋生的风险 那洗衣机要怎么清洗才能够确保它的清洁功效呢 今天的生活小学堂一起去了解 居家服 上班庄 运动衣 一家大小的脏衣物总是洗不完 虽然洗衣机可以轻松清洗衣物 然而高频率使用洗衣机会不会降低清洗的效果呢 高频率的使用这个洗衣机呢 确实会影响到它的那个洗洁功效 为什么呢 比如说汽车会有灰尘会肮脏 架得多就会肮脏 洗衣机也是一样 用多了它就会肮脏 所以里面会残留的很多污垢 从衣服上面的灰尘残留污垢 或者是这个洗洁剂 或者是柔软剂也会残留在洗衣机里面 然后洗衣机用得多的情况之下呢 也会比较潮湿 所以这个情况它会影响到它洗衣机会有那个发霉的情况 会有那个产生那个异味 这个情况小孩子或者是家里有人皮肤敏感的话呢 这个也是会对他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的 要避免洗衣机的卫生问题成为家庭健康隐患 就必须做好定期保养 除了市面上的洗衣机洗洁剂 利用简单的家具用品也可以清洗洗衣机 首先把干净的布浸泡在白醋里 再将布放进洗衣机开启脱水模式 白醋具有杀菌和清除异味的功效 而脱水模式可以让醋均匀散布在洗衣机内 在等待的过程 把准备好的盐、苏打粉、洗洁剂混合在一起 加入温水搅拌均匀后导入洗衣机 盐起到杀菌作用 苏打粉可以去除污垢和残留物 而洗洁剂可以提高清洁的效果 最后启动一般清洗模式就完成了 然而这样就能确保洗衣机彻底洗净了吗 洗衣机它有一个部分 第一个是外桶 另外一个是内桶 往往我们能够看的就是内桶 可是在外桶或者是另外一面的话 也是看不到的 自己进行的DIY清洗或者是市面上的产品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100% 把那个洗衣机的内部洗干净的 大概我们可以说是 大概洗可以洗得到一个20%到30%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个洗衣机拆开 我们今天要做的洗衣机就是这一台 Top Road洗衣机 所以首先我们就会把它拆卸掉 我们打开了这个上面的盖过后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拆里面这个内桶 内外桶分开后 可以清楚看到洗衣机的夹层 累积了不少污垢和残留物 这些都是细菌滋生的温床 刚才我们已经拆卸完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开始要清洗了 在这个清洗过程当中 我们会用到的是高压水枪 还有刷子来刷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放任何的化学 因为担心这个东西残留在里面 会影响到我们的顾客的衣服 清洗完的洗衣机干净亮节 犹如新的一般 但是不是所有的洗衣机都适合拆开清洗 一般隔多久清洗一次 我们建议如果家里清洗洗衣机的频率 因为他们会把那个洗衣机封死 才洗不了 我们在清洗的过程 我们是把那些污垢清洗 然后过后我们放消毒液 是给这个洗衣机彻底消毒一次 好让它真的是100%干净 除了定期的清洗工作 平时在使用洗衣机过后的日常保养也很重要 首先第一就是洗完洗衣机过后 把门打开 然后让它通风 这样子可以减少那个发霉的味道 然后第二 用适量的洗衣液和柔软剂 因为这个用多 它会影响到这个污垢更快地产生 第三就是自己进行这个DIY清洗 从市面上找一些产品 一个月自己清洗一次 这样子能够更有效地保持这个洗衣机的清洁 简单的日常保养可以降低洗衣机发霉和滋生细菌的几率 避免卫生问题 今天的时程有约就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